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9月7日星期四 我是奎宁 加拿大存款利率近6% 50万加币存银行还是交首付 昨日9月6日 加拿大央行宣布暂不加息 基准利率维持5% 但就在1昔日之前 加拿大各大银行 已经纷纷调高了定期存款GIC的利率 一年期最高利率达到5.95% 换句话说 从一年期GIC到五年期GIC 都维持了非常高的利率水准 从这个角度讲 加拿大银行普遍认为 加拿大的高利率将维持较长周期 即便在2024年或2025年开始降息 也不会降得很快 而所谓GIC全称是 Garanteed Investment Certificates 它是一种低风险投资 你存入资金后获得的固定利息 并在一定时间后兑现 如果不是利用TFSA这样的免税账户 进行操作的话 利息收入是需要100%缴税的 当GIC的回报率非常高时 局面就很微妙了 假设你手里有50万加元 你可以用作首付买房 也可以选择存入银行 那么单就首付而论 不考虑房产的增值贬值 两种选择的直接回报相差多少呢 以五年期为例 EQBank给出的利息最高 五年期利率为5.1% 在加拿大GIC的利率是复利计算的 五年期GIC的算法就是50万本金 在第一年得到5.1%的利息 到第二年的时候 本金就变成了52.55万 这样算下来 五年后50万的本金就变成了64万 竞争死时14万 而50万作为首付放进去 肯定是没有一分钱利息的 所以50万本金做首付和存银行 五年后的收益差就是14万 如果首付50万的同时 还贷款了50万 那这笔账就更复杂了 50万贷款按照当前的贷款利率 五年后偿还银行的利息 就是14.9万 所以最终的描述就是 你手里有50万 如果存银行五年后变成了64万 如果拿去做首付 再贷款50万 那么五年后 不但14万的利息收不到 还要给银行付14.9万的利息 理出外进 总计28.9万 背后的概念就是 这套价值100万的房子 五年后至少要升值28万 才不至于账面亏损 当然 这里没有计算价值100万房产的 五年出租回报 也没有计算养房五年房主的各项支出 按照目前的租赁行情 100万的房子去掉各种成本后 房主每年大概能从租金获得3万元的净回报 五年就15万 全部算下来 现在买价值100万的房子 五年升值14万 才不至于负亏 需要注意的是 投资房地产一定要流动起来 长期持有的收益绝对不如高杠杆炒房 纸面的账是这么算的 但房产给人的安全感 绝对不是存在银行里面的钱可以被媲美 所以很多人宁愿买房也不存款 温哥华市政府又割韭菜 又涨低税又多收费 疫情之后 加国各级政府开始一波割韭菜补贴财政危机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今年大幅上调地税 明年温哥华人的生活成本可能会再次攀升 温哥华市政府有可能会避免再涨地税 计划调高其他的费用 以补贴财政费用 根据CTV的报道 据称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考虑 对从停车许可到打车费用等各个方面 征收一系列的新费用 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调高价格以减轻提高地税的压力 今年温哥华地税已经上升了 近11% 最近 沙纳温哥华财务总监的一份报告 建议调高一系列费用 其中一项建议是把营业执照提高近50% 短期租赁许可证的成本可能会增加4倍以上 从每年110元增至450元 还提议增加住宅停车许可证 宠物许可证和网约车费用 工作人员认为调高这些费用 每年可以带来1520万的收入 这笔收入将使明年的地税增幅 减少约1.4% 此外 6月份发布的预算展望警告称 如果温哥华市政府开销 继续按照以往的方式 未来5年温哥华人可能面临 每年9%的地税上涨 该报告将于下周三交给市议会 如果获得批准 上调的各项费用将于明年1月份生效 加拿大加油站猫腻被曝光 在现在油价高起的时候 很多司机最关心的是如何节约汽油费 但一名温哥华地区的驾驶员警告其他人 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因为他们注意到一个当地加油站的情况似乎有问题 而且之后许多人反映 他们在不同的加油站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本周一名网友分享了他们最近 去Burnaby的一家Cherberon加油站的视频 因为他们发现虽然加的是普通汽油 但却被收取了比当天油价更高的费用 在视频中普通汽油的价格显示为198.9分 然而一旦这名网友试图按下按键加普通汽油时 价格似乎跳到了高级汽油的选项 价格为214.9分 分享视频的人说他们与加油站的一名员工进行交谈 但员工似乎并不知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网友说这种情况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我没有注意到 直到我加满了大部分的油的时候 价格还会随机在89和91号汽油之间变动 多花了我12元 虽然并不是太多钱 但仍然让人很恼火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价格的差异 但通常情况下 当加油站的普通汽油卖完时 驾驶员可以升级为高级汽油来加满他们的油箱 然而通常情况下 当加油站的汽油受庆时会有告示贴出 该地区的其他驾驶员回应说 他们在不同的加油站加油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DailyHive目前已联系了Shell和Shavron以寻求回应 感谢您收看温哥华天空新闻 我是Quinny 我们下期再见